为了表达对低线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不辞辛劳的救助 台中清新温泉饭店餐厅也特别准备了暖心餐盒 从今日起到6月8号送出大约1500个数量给台中中民总医院 用营养均衡的餐点来为这群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厨师耐着高温在大锅前炒菜料理 要提辛苦的医护人员准备餐盒 因为考虑到近期医护人员在高压情况下 占第一线为民众服务的辛劳 台中清新温泉饭店餐厅洗手中西日式主厨团队 准备了暖心餐盒 要送给台中荣民总医院替医护加油打气 这次的疫情来得很急又很快 所以这些医护人员他们也肩负了很多的责任跟压力 就有鉴于此我们清新温泉饭店就想要尽一些小小的力量 然后替这些医护人员做打气的动作 满满一盒餐盒有鲦鱼和新鲜食书 餐饮上相当均衡 主厨设计不同菜单透过严选食材 要替医护补足蛋白质和营养素 从料理到盛装每个细节上 厨师们小心翼翼 为的就是能提供医护人员均衡的饮食补充元气 海盐跟玫瑰盐跟杆鸟有下去烹调去制作 那我们的鲦鱼它的蛋白质比较丰富 菠菜有角白笋跟我们的炸虾 那我们这样子的调配起来 当然是它这个便当的价值是蛮丰富的 那营养的产品也都够 请代表台中农民董医院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清新温泉饭店 来捐赠现当 来为我们所有的一线的医护人员 防疫人员加油打气 在这里非常感谢他们 谢谢 即日起到6月8号 清新温泉饭店餐厅将宜需送出 共1500个餐盒到医院 对此院方也感到相当暖心 感谢民间各地业者为医护加油 在疫情期间为社会注入更多的暖流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道